西部最富有的淘金者马歇尔惨死家中 金子也不知所踪 嫌疑人西部大亨 靠着贩卖炸药而发了家 他总说淘金的人 不过是一群做着暴富没梦的赌徒罢了 而马歇尔生前更是在他开设的西部赌场里 欠下了巨额的赌债 黑玫瑰夫人靠赏金为生 马歇尔正是在悬赏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在西部每个人早已被明码标价 而这个嫌疑人和其他人都不同 他对金子可没有兴趣 当牧师们脱下圣袍 人们便开始信仰禁闭了 但我想说 抱歉牛仔们 贪婪 是必须要得到应有的惩罚的 费族 不得到 是老子 老子 老子 小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